2022年8月5日,光之义会,向你们的多维协同开放,传导,I like Amara,译者,扬声传导。 你们好,神圣的义们,我们以爱迎接你们,我们向这个加速的领域敞开大门,这是你们的体验,为你们的世界和你们的能量而扩张。 和加速,8月8日和8月这个月的狮子们对其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新潜力,你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因为能量已经流入你们的世界并影响你们,你们的身体和意识,因此,你们的情绪和你们的身体正在体验你们通过这些方式感受到这种能量的整合。 长期以来,人类一直在建设这个时代,为你们所有的生活和更多,然而,你们可能是最近才接触到这一点的。 有些人现在才接触到,或者要下周,或者今晚,明天,每个人都在拥有他们的灵魂为他们选择的体验。 为了体验,他希望此时在扬升星球上拥有,你们每个人都在完美地参与,意识到是非观念只存在于你们的境界中。 在我们专注的领域里,我们只看到表达,你们已经学会通过道德或二元性的视角来看待你们的表达和他人的表达。 事实上,只有表达和经验,所有这些都创造了扩张,所有这些都可以激发创造力,并可以启动,触发和记忆。 那些以你们不喜欢的方式行事的人会让你们敏锐地意识到你们喜欢什么,你们看重什么,你们关心什么,以及对你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从而提高你们对生活的感觉。 你们是否接受这种清晰并与你们希望了解生活的方式保持一致? 你们是否把你们注意到的和不喜欢的东西用它来专注于你们想知道、提、验、创造或分享的东西呢? 我们建议对遇到与你们不同步的事情进行词响应,要有创意,用你们感知和关心的东西,你们注意到和学习的东西,创造你们更喜欢的生活,并从你们的角度扩展这个世界的美丽。 你们每个人都为这个游戏带来了某些方向,你们注意到某些事情,你们住在某些地方,你们学习并了解生活的某些领域,你们对经验的某些方面有亲和力,对其他方面绝对不感兴趣。 所有这些重点选择让你们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到一个阳生的世界中,你们所有人的注意力、洞察力和意识。 如果创造性的使用,可以提升这个世界以及你们与它的关系,祝福你们的喜好,尊重他人的喜好,让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相信生命本身来唤醒它的每一个表情。 当他们醒来时,就在那里欢迎他们,让他们分享和表达自己的经历,生命想要扩展和提升,回到它的神圣觉知。 在所有形式中,从一切万有中散发出来的能量,正在尽可能地进入更高的表达。 有时形式需要改变,转、换,甚至溶解和替换。 你们在这里是为了让你们的意识频率向上移动,与你们的意识连续性重聚,并从那个更伟大的统一中参与到新世界的建设、想象、体验和创造中。 你们明白吗?你们觉得并看到你们的观点有多重要吗?你们看到你们每个人有多重要吗? 当我们告诉你们只有你们有自己的观点时,我们的意思是非常直白的。 是的,你们确实与他人分享了某些经验,这可以帮助你们感到,联、戏、并、团结在一起。 你们和其他一些人在宇宙上充满能量地分享着很多共鸣。 这些人是你们的部落、社区,你们会与之产生共鸣,并会找到快乐和友情,所以他们很重要。 其他人也很重要,所有你们不同部的人,对你们很有帮助。 他们可以帮助你们敏锐地了解你们的全部内容,对你们而言真正的东西。 你们的生活领域,你们关心的内容,以及现在对你们的呼唤。 他们帮助你们知道什么是你们的,通过于你们不同的表达方式。 他们为你们提供帮助你们感受自己的体验,这是必须的。 因为正是在你们强烈地认识和专注于你们的真理的巨大喜悦中,你们可以允许并接受你们之所示的扩展灵感。 它拥有你们生活,流动和成为光芒四射所需的所有资源,你们永远都拥有。 新世界是建立在神圣表达之上的,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本身的统一性及其价值和意义与生命本身合一。 神圣表达是一种自由流动、资源充足的存在方式,是神圣计划和神圣秩序的载体。 地球生命和人类的未来是以心为中心,开放、包容和真实的。 这是前进的方向,是你们,知道你们的真实身份,感受爱、安全,愿意表达自己。 非常愿意,我们看到你们邀请越来越多的能量流过你们,因为你们是那个能量的自愿管道,愿意创造形式并表达只有你们能做到的能量。 这就是地球,你们的世界,如何进入一个更充实、更广阔的和谐。 我们知道你们的世界和你们都光彩照人,极其美丽。 生命图书馆是卯素心人描述地球的方式,现在是时候了。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打开你们的多维血桶,让你们在地球上的存在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 跨越时空所有维度的跨维度桥梁,你们意识的连续性,作为你们,体现在这里。 你们,使用你们的焦点来吸引你们的聚深意识、能量和知识,通过选择你们希望如何创造。 你们希望集中于什么,思考、学习和汲取你们所召唤的能量和知识。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进入这个广阔的知识领域。 作为无限的面向,你们可以接触到无限的智慧。 而这种内在的认识也因你们的整体而丰富。 你们之所是和你们所表达的一切,在整个创造过程中以许多不同的方式。 现在想象一下,一群觉醒的扬生人类聚集在一起,每一个都是专注、兴趣、经验和智慧的多维。 光芒四射的星座,交谈和合作,丰富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世界。 这可以在内心层面,在世界上喝杯咖啡或散步时完成,或者只是通过你们的作品被制作、表达、分享,然后与之互动。 这个多维新世界的创造性复兴将在这么多不同的方式。 你们有很多梦想,但从未想过可能。 也许它们即将变得非常合理,并且感觉很自然的下一步,敢于敞开心扉,超越阻碍你们前进的旧有限制模式。 有时你们早在事情变得活跃和真实之前就知道了,然后也考虑到,亲爱的,我们告诉你们,合作的机会和智慧,美丽和光的广泛注入正在为你们敞开。 你们自己看,向内走,唤起你们的美丽和完整,敢于邀请合一中的各个方面来告知和启发你们的生活,花更多的时间保持沉默,敞开你们的意识,接收来自你们意识连续性和生命本身的意识礼物。 学习与你们自己的神圣自我连接和交流,寻找开放的方式,寻求你们想要的东西,让你们觉得有趣、快、乐、自然和容易。 你们每个人都得到了充分的支持,正如你们中的一个人最近提到的那样,你们装备精良,准备好摇起来吧。 这就是你们面前的东西,这就是你们来这里的表达方式,你们正在觉醒,我们正在向你们反映,你们现在投入其中的潜力。 最后,你们每个人都会像你们一样对这些新的存在方式敞开心扉,你们每个人都在完美的时间打开,让你们的灵魂拥有它知道的体验,它知道会在你们的集体完整性中为你们服务,相信你们的神圣自我,与你们所示的一切对齐,并将你们基于个性的意志交给你们的宇宙自我的更高意志, 让自己开始调整,创造,接收和表达一个更广阔和更高的身份,这些是现在人类投入其中的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充满了喜悦,我们很爱你们,我们是光之意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